真要命 亂用禁藥 布劳恩被大聯盟給禁賽 大聯盟對塑形不良的球員 擠出重罰 釀酒人隊的外野手布劳恩 2013年接下來的賽事 都不能出賽的 原因是他跟涉嫌 提供禁藥的生計診所 老闆波許關係匪淺 早在2011年 布劳恩的尿液 就測出陽性反應 不過老兄他不願意面對 反而學單車手阿姆斯狀 瘋狂的指責別人 再加上專法律漏洞 最後當然是 當然啦 其他跟禁藥有關的球員 像是克魯茲 科隆 還有ERA 都準備好 如法炮製 尋求一些生機 普勞恩被禁賽65場 突顯的是大聯盟 對於自身形象的維護 更勝於球員濫用藥物的狀況 但起碼我們能期待的是 明年說不定可以看到一個 全新的普勞恩 全新的角色 或者是 你還有 成長的角色 還以為 有人想看棒球嗎 別人還以為 請問我們 你怎麼會看棒球 你們有多愛棒球吧 請問我們 你有多愛棒球 請問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